好來講一下是我們這一次這個 野獸討伐戰的專家模式的配置 那先來講一個 因為我們目前是專家嘛 大事模式是要到一個月之後將近才會有的 所以目前的這個打法 他就比較偏專家難度的可以來做使用 好那快速來看吧 這一組啊我們這邊其實你的那個黑葡萄 如果魔法糖不夠的玩家 你是可以換閃耀之星試試看 我們直播的時候啊是有放閃耀之星嘛 黑葡萄的部分有放閃耀 那你也是可以先用黑葡萄 魔法糖夠的話就是黑葡萄優先喔 OK 好然後來快速看一下我們整體的配置吧 哨子的部分啊我們這邊是給那個黑檸檬跟牛糖嘛 然後來看一下配料大圖的部分 我們這邊異賊啊冷卻拉的很高 30%左右 然後再來是全暴擊 然後在黑檸檬的話呢冷卻也是拉的很高 然後再來一樣是攻擊暴擊 黑葡萄的話也是冷卻拉的很高 攻擊暴擊 然後牛糖的部分也是一樣冷卻拉的很高 攻擊暴擊 奶油泡芙呢也是拉的很高 然後攻擊暴擊 這個整體就是脆餅戰士好嗎 這個就是我們香蕉王翠餅戰士的機體 那一樣相關的原始來源 魔會附在這裡連結 那個有稍微做一點點改良啦 就是我們這邊其實 原始打法的話是有搖滾餅乾 但其實他有搖滾跟 奶油砲芙兩個也是可以做參考的 奶油砲芙如果你的那個魔法糖真的沒有辦法 達到就所謂的那個加30的話呢 我們這邊你是可以直接用那個搖滾餅乾試試看的 你的奶油砲芙有加30 黑葡萄也有到加30 這個至少你打到這個專家模式是可以的 那大師難度的話呢就不知道了 OK好大概就這樣子了 接著就來看實戰吧 那個專家模式的那種 這時候會有一件事 二lair是應該理 utens 大師魔士又要開打啊 當然啊 滴色最喜歡玩家們之間競爭了好嗎 滴色那個 滴色看我們那邊刷旁邊很開心 哇 真假話題 有沒有 公會龍 一直蹭 你看我們發完影片 隔天就改版 是不是 你看 滴色就是 哇 滴又贏 滴又贏 非常會打的比較快喔 剛剛魅惑那邊 有那個 如果啦 因為我們剛剛多了好幾下普攻 不知道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魅惑那邊的時候有三隻是 剛好發技能 是不是 那個狀態的 希望可以打得更快 好像沒有欸 呵呵呵 看精彩的演出 如果你們ường沒聽到 就是 有兩隻 除非 微修正的 可自由 但是我啦 只要是 直重說沒聽到 那對 就不壁 我們剛剛這個 有些快捕 我們要推進一步 不行 我們要推進耗 就會能推進耗 我們要打算 然後一時 還現在 馬灣 我沒有要出貨 花環暴擊沒有 花環暴擊只有一寸間 罩子這些東西才是常駐 那個一寸間你對這個沒有用啊 我們這個打的都是常駐的傷害啊 他是常駐上狀態嘛 你看狀態列有一個那個墊的2 那就是牛腸要一直放招啊 還有那個泡芙的技能 我們現在就是所有東西都是要常駐 包含像那個黑莉萌那個激情搖滾 連刀剛剛改過啦 連刀傷害穩定但是沒有上下線不高啊 直接抓到這個那邊啊 就是所有東西都沒有上下線不高啊 可是沒問題啊 就是這裡面大腿跟我先走 好不漂亮 花絲 這一個就是有個有關的 小村蜒子啊 就是有個有關的 我的小村蜒子可以揸 不是有個有關的 因為她就是用途中了 我現在的補充 有一個有關的 所以我現在就有誣ח了 But這個就有個有關的 NUTAN開糖 其實那個東西我覺得跟黑檸檬比較有關係 因為黑檸檬那個激情搖滾的那個啊 你只要有暴擊到都算 所以閃到不行 那牛糖可能那個也有啦 我們要的是黑檸檬的激情搖滾的傷害 你去看黑檸檬的技能 那個激情搖滾 我們要的是那個東西 沒有激情搖滾 你所有雷電傷害是打不出來的 就很低 有人說終於看到我直播了 我直播沒有很長 沒有 我沒有很少直播吧 那個之後如果 薑餅人之塔有的話 我也可以 會晚上每天直播啊 雖然餅塔就只是跟人家組隊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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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對吧 喔餅塔就一直說說說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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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能想到比塔就是無止境的刷 刷到你心寒 心裡巴寒 來這邊一定都要按到這三隻 準備囉 上面一個巴掌準備向下來放招 完了 完了 這場場傷害慢了 我少了黑葡萄我疊成了 完了 完了 各位有看到關鍵的那個幾秒嗎 完了 這場沒了 這場沒了 我沒有黑葡萄的八層真傷的 完了 低射你現在這個前面好刺激啊 心態沒了不會啦不會沒啦 這跟我起身量就很夠啦 可是有的時候那個其實不是心態有時候就是好玩 好玩加水時間 你看我們這樣子水時間這樣都直播多久了 我們直播了一小時了 是不是很棒 對不對 愛不愛低射 超愛 快爆擊爆 爆 我覺得我剛剛黑葡萄如果多砍一下這個可能就快一秒你知道嗎 沒心態了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 剛剛還說啊 心態還好啦 然後看到這個秒數 喜心態沒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了沒心態了 有時候 有時候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